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方出动的时间 也就是一阳出生 东方是卯位 是昼夜各半 不冷不热 温氧的时间 正南是五位 太阳升至极点 开始西末的时间 也就是一阴出生 正西方是有位 是昼夜各半 不冷不热 温氧的时间 太阳没到亥位即是阴急之时 太阳的升降从子到五为六阳时 从五到亥为六阴时 但书上说 人身法天是一小天地 人身会阴学是子位 祖俏学是五位 按八卦的方位说 头为前卦属阳 腹为昆卦属阴 天上子位是一阳出生 是太阳上升的起步 五位是太阳开始没落 升阴 因为天上子五是死位 人身上的子五能随时利用 所以叫做活子五时 人身上的活子五时有内外之分 生殖器薄矩动于子位 叫做体表活子时 原神一绝 绝于五位 就是体表活五时 一有活子五时发现 要进行采取补体 如不采取 就走后天消耗了 阳生一到身中 因出生甚微不能采取 要用活五时的神光 祭照定静养之 养之始祖长大 方能采到身上 采阳时万物思吟念 物思其他杂念 亦有念生 则落于后天 不能归到身上 先用神光和心意定在会音 必须做到身心两望 再用微意攻守尾驴 向后走加急 预诊 直升脑中 在脑中停定一会儿 绝口液充满时 吞入夏田 后生前降为一周天 如外扬不倒 再继续转周天七圈 即可倒下 这是青壮年人的采阳法 再说老年人的练法 年过46岁 精气已衰 下手的诀窍在会音学 此学在纲门前高完后 空地正中央处 开始练功 将双目合一之光 凝入会音之中 祭照静观 过一段时间感觉会音有跳动 只不理他 再觉变身脉络皆有活动 也不理他 只专心致志 安居其中 深深地祭照于会音学内 如此每日练功一到两小时 当祭照功夫进了一步时 感觉有气从会音底起 上升至麒轮极止 复由麒轮下降至会音学 自是生生降降 不出麒轮与会音之间 形成了内气呼吸 上升时为阳上交于阴 下降时为阴下交于阳 此籍古人称谓 敲竹斗归之法 心神属火 会音居肾底属水 神肇事会音就是火入水中 火被水灭 而火中赤然之性存于水中 而就产生精水 有经外阳必举就是火子时 火子时一阳动 我知元神觉知就是火五时 用火五时神光祭照会音 神反身中气自回 经不足化经 补之以气 则元气旺 元经产 经气冲 而神自全 这是后天炼己筑机有为的功法 即运用体外活子时和活五时 炼经补体的方法 总之有活子即有活五 活子乃阳生 活五乃阴生 人身有活子五 有天地的 有南北 人身的子五当于无形无相中求之 在行动之中 宁无所宁 照无所照 济无所济 须及静度 忽觉内机有微动 此事活子之初 是微阳勿用 既知勃然极限 油然内心 此事活子时的正向 内气充盈 后至会因热火 尚至其甚 外扬翘举时 不可举足 举足则化经非化气 所谓千遇鬼声极须采 鬼声指鬼方声 将化经而为化经之计 运小周天尽阳火 尽火将完 周身舒畅 欲罢不能 此即活五之机动 这时即用二目合一之光 祭照功法 养此真阴 炼阴保阳 即是活五产真阴之事 所以活五不明真阴作师 虽得活子 而无真阴亦含之 真阳难保 如此按活子无口诀 炼阴得阳 炼阳得阴 不计变数 但得金归缩手 马阴藏相 自有直火之机道 盖此心已被砍中 真金点死 银根已断 在炼酒还正宫 能节节见效 在坦体内的活子时和活五时的运用 初学炼功把筑基完成 仍用二目归中之光 照势其后瞬前的中间虚空圈子里 专心一致地观空 炼到身心两望 虚极净度时 偶然在虚空中有跳动 或者有暖气活动 这是动于子位 就叫做内活子时 内活子时一动 无知原神先知 就用神光照势动处 用安静的光养之 这就是活五的动作 烟一阳发声微小还未露出 故一经说 乾隆勿用 龙字代表阳气藏在里边 是嫩阳 不能用它采炼 只可用定心寄照温阳 由一阳长到二阳三阳成为八卦的地天太卦 阳气充满自然由尾驴上升泥丸 则用意净守泥丸 如有时神引动则气寒而凝 必不能化为真水 洒润五脏 前功尽气 应在昆仑顶上悉心煮净 等待神气交融 气化成金水从上颚落入口中 吞咽而送之 送人降宫 注心于黄庭 注心于远海 一路响声直送到底 这是得玄关的现象 也就是七反的小周天 此时应急停运周天而直火 静观夏天十分钟 再转左升右降矛有周天九圈 封雇丹炉下座收工 若再继续做工身体就不舒适 因其气已散 衣商工法行之不黛 有三百周天即可见到阳光二线之景 停止运转小周天 不停则商丹 如时作时挫 行动不勤 或动于外幼 定心不顾 行动不合法 虽行之甚勤 而仍无惊可击 难以进步 再谈过关浮食大周天的活子午时的运用 通过小周天停火以后 单以成型 可是微小 仍用活午时神光记照夏天进行温养 一入坐 积绝田内活子时跳动 仍用活午时神光记照洞处 练到日夜经常活子时跳动 一入坐 活子时跳动更大 从会阴上升到肚脐 从肚脐下降到会阴 圆转如轮 又能自然开合 一开向夏天外围扩散 一合向夏天中心聚联 形成了聚散内呼吸法 这是活子时大动的现象 仍用活午时神光记照洞处 定而望之进行温养 经过温养七天之后 大药化为环丹 外方有相 眼前有光很亮 刺激阳光三现 大药出炉的火候到了 大药上下冲动 肾脏热如 汤尖身勇鼻触 口齿叩动 耳内有名 闲此景象 即引大药出炉 进行采取 用心一手尾驴向上一提气 大药过尾驴上升泥丸 心意和目光一同上势泥丸 用定望之功照势泥丸 似神气融化针水 降入口中 紧闭口唇 以防渗漏 有救命之声 咽入中田 神意一同法诵 注视中田 感觉中田气满 用意固守一会儿 睁开眼皮 转左生又降 毛有周天九圈 不带呼吸 手工下坐 这是过关扶蚀的景象 过关扶蚀之后 环丹归到本位 尽到虚极 有大周天的自然运转 有天然的火候 要任其自然运动 不可有意为之 性属火 其属七 命属金 其属酒 反本还原 顾名七反九 还今夜大丹 此时我之身心化入于虚 与虚空无异 而虚中生出造化 显出大周天之景 一个气团回绕无身 忽上忽下 由后而上 由前而下 绕后绕前 分为子无毛有 到子无毛有之位 行之伤缓 过此位后 忽而生入极高 观其气团起落 感觉此子无毛有 完全在外边 而我之真意 始于虚中 感觉身内者 白气朝顶上 甘露洒心中 气团生 而内气与之同生 片时气团落下 甘露一级下降 又生如雷 此为大周天运动的景象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